嗨,大家好,我是华英武术太极学院的鲍一峰老师 今天这个视频,我要教你如何来做 武术基本功里面的四大跳跃动作 最后一种跳跃动作,旋子 旋子呢,我们在民间传统武术当中 也有人简称叫它燕子飞 为什么要叫燕子飞呢? 因为它在腾空的时候的那个动作 很像燕子在飞翔的时候 所以叫燕子飞 那么今天我教你做这个旋子呢 之前我会教你做三种辅助动作的练习 来让你快速的、准确的来掌握这个旋子的动作 OK?那话不多说 来,看示范吧先 好,我现在来教你做前三个辅助的动作练习 因为旋子呢,它对我们的腰部和腹部的这个协调性和柔韧性要求特别高 所以我第一个动作呢,你做这个甩腰的练习 我现在给你做一遍啊 就是先往后甩,手向上 脚都向上啊,我侧面做一次啊 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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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这是第一种来帮助你的腰部和腹部的力量啊 腰部力量往上两头起的这个练习 帮助你在做腾空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好的平衡感 OK? 第二个动作呢,主要是练习平衡后白腿的这个动作 在做旋子的时候呢,旋子的时候呢,有一个空中动作呢 它是像一个厌世平衡的动作 厌世平衡的动作是这样的 所以这第二种辅助练习呢 是要求你先甩后白腿右脚一个脚练习 看 好,我再做一次 只是摆这个右脚,这个脚不要拿起来 看到了吗?你可以在摆腿的时候呢 这个脚呢,可以往上点一点 点一下,点一下,有一个像要起跳的感觉 可以点脚尖 第三种辅助练习呢,它是要借助于一个按码或者椅子 我这里没有按码 所以我这里有一个怕的一个椅子 你看这个椅子 主要是来帮助你有一个两个腿的配合 练习的这个椅子腿法练习 好,看好了 好,你在做的时候要注意 一个要确定你的按码要稳定 不要摇晃以免跌倒受伤 你在做的时候呢,先左手再右手 好,依次上去 好像做一个厕所班这样子的 但是呢,千万不要坐成了厕所班 不要把脚后全部立起来的 我们要平着摆过去的 脚呢,不要太高 要摆过去的 所以呢,要有一个平衡的 平的摆腿过去 有一个平衡的感觉 你看看啊 看到了吗?这样就可以了 好,我现在来一步一步教你如何来做炫子的步法 好,首先炫子呢,我们做一个预备动作 这个右脚尖向右边 好,那么后脚呢,脚尖点地先 好,脚尖点地,看到吗 然后这个左手呢,放到跟着脚尖的方向 好,放到这个右边来 好,右手呢,90度 然后放在后面 左手放这里 好,那么在做炫子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重心在右腿 然后呢,慢慢地松息 去蹲一点 往下蹲一点 这个手挂弧 去蹲 慢慢地将重心从右腿换到 这个左腿上来 然后呢,这时候呢 就要起右脚先 起右脚先 然后呢,这样跳过来 好,这是它的步法 那么在做的时候呢 做炫子的时候呢 一定要接它的惯性来练习的 腰,甩腰非常重要 这个甩腰 然后这边一个甩腿的动作 跳过去 然后呢,啪 过来 那么在做的时候呢 还要注意的重点就是 你的头 在抬腿的时候 一定要把头向上抬 不要把头呢 一直盯 看地上 这样子很容易 失去重心 有时候会做成这样子 头一直往下 所以呢,你的挺胸 胸要挺起来 头要抬起来 尽量往上看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看我的头和 好 现在呢 跟我一起来练习一遍 卷子吧 首先我们 右脚尖向这边啊 向前面 左脚尖向前面 左脚尖向前面 手 放好 首先 屈膝松胯 弯腰 重心移到 左腿 这时候 准备要起跳了 起跳的时候 先摆右腿上 好 再来一遍啊 做快一点 惯性 松胯 好了 今天的教育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已经学完了 武术基本功里面的 四大跳跃动作 我希望你可以多加练习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点赞 分享 如果你想观看更多的教育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接下来呢 我会 专门做一期视频 来教你如何做这四大动作跳跃的 助跑 步伐练习 好 谢谢你的观看 请多关注 拜拜